落牡丹 芳华依旧 第一章 盛世牡丹 京城的春天 牡丹花开的震盛 而在这座繁华的京城中 有一位名为卫元的女子 比那牡丹花更为艳丽 她是红恩侯的嫡女 魏贵妃的亲侄女 京城贵女圈的明珠 自幼娇养 她的美貌和气质无人能及 无论是文采还是才艺 皆是京城一绝 卫元在京城贵女圈中被众心拱月 贵族们争相邀请她参加各种宴会和聚会 她的名字经常被提及在京城的各大雅籍和师会中 而在这样的光环下 她也成为了几位皇子的暗恋对象 第二章 风云变幻 然而 风云变幻 命运无常 红恩侯一朝病重 老皇帝趁机收回魏家兵权 魏贵妃也因势力大减而失宠 魏元的身份随之大跌 昔日那些追捧她的好友们 开始翻脸无情 冷嘲热讽 魏元依然保持着她的尊严和自信 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 她也不曾低下头 她知道自己的价值并不仅仅是来自于家族的荣耀 而是源于自身的品格和才华 第三章 困境中的坚韧 在贵女圈的宴会上 魏元开始遭受冷遇和排挤 昔日的好友们变得冷淡 甚至刻意嘲笑她的处境 然而 魏元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她依然优雅自若 依然用她的才情和智慧赢得了那些真正欣赏她的人 一次宴会上 五皇子故意在众人面前挑衅魏元 魏家如今已经没落 你还以为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红恩侯迪女吗 魏元微微一笑 毫不退缩的回应 即便魏家没落 我也依然是魏元 我的价值不需要靠家族来证明 第四章 爱与隐藏 太子一直在暗中观察着魏元 他知道自己对他的感情无法被轻易揭露 他是那个眼高于顶 既冷又横的太子爷 不能随便表露情感 但每一个夜晚 他都在梦中见到他 无数次的消想让他无法自止 一天 太子与五皇子在御花园相遇 五皇子提出 皇兄 你最是不喜为家人的做派 不若我将魏元娶了 好声搓磨他 太子冷笑一声 心中怒火中烧 但面上依然平静 魏元才华横溢 不是你能轻易搓磨的 五皇子耸耸肩 那就看皇兄如何决断了 第五章 揭露真心 不久后 太子以赏花宴的名义邀请了魏元 他在赏花亭中布置了一片美丽的花海 花海中央 摆放着一桌精美的酒宴 魏元受邀前来 看到这样的场景 心中微微一阵 太子走上前 温柔的看着他 魏元 这些花都比不上你的一分美 我知道你的困境 但我希望你能相信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魏元惊讶的看着太子 殿下 您 太子握住他的手 深情的说 魏元 我对你的爱已经藏在心中多年 无论你是红恩侯嫡女 还是如今的你 我都爱你如初 第六章 共度风雨 魏元感动不已 他从未想到 这位高高在上的太子 竟然会对自己有如此深情 他也终于明白 自己并不是孤单一人 太子的爱给了他莫大的勇气和力量 在太子的支持下 魏元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 他不再依赖家族的荣耀 而是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京城的尊重 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 逐渐对他刮目相看 而他与太子之间的爱情 也在风雨中更加坚定 结尾 魏元和太子最终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爱情经历了风风雨雨 却在困难中越发坚固 魏元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 红恩侯嫡女 而是成为了一个真正独立 自信 坚强的女子 她的美丽依然如初 但她的内心更加丰富和坚韧 她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即便身份跌落 她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 京城的人们也终于明白 这朵青果牡丹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外貌 而是因为她那无与伦比的内心之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